又是北部的社区 今天到这个超市来看一下 Fesco第一次来新台子 车也是要一言一遍能用的 从一些非常醒目的黄色门进去 到了生鲜石区 摆得很整齐啊 沙拉区 青菜区 水果区 怎么感觉跟Sophie很像啊 豆货甘果区 逛个超市也要逛得这么寂寞 今天是星期一 超市里面就是这个样子 东南亚亚洲货架的充实成果 这个泡面的 所占货架的面积还勉强吧 调料区 日本寿司米8公斤23刀 这边有大概7公斤25刀 大概是这个水平 这些东西就是占据你的石柜里面永远打算无底的比较费货货水 大肠条的芝士条还是7块钱跟疫情前的水平差不多 不错不错 这个Canadian Superstore那边是8块9毛9这边一盒 这个是更贵的 都是30个吧 这个好一点9块1毛9 这一盒鸡蛋要是放在澳洲啊 就是买那种最标准的没有任何工艺性的 或者是游戏啊跑逼的 这种最少要12刀钱 冷冻出费的价格可以 这个它的冷肉方式 跟我们自己冷冻一样 我们自己在恢复的话是没有这个口感的 这个是印度的和那个中东的那些烧饼 就是像我们中国这种葱油饼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版本的葱油饼 个人用品区的物品都比较少 然后分量也比较克制 在我看来这种普通超市里面的用品呢 都是只能用作紧急情况的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抠死个扣 去那里买那种大分量的 味道很值得怀疑的亚洲水饺区 另外这个烧麦是不是对烧麦有什么误会啊 还有更多选择的 让拼命做饭船的某个人觉得自己像傻瓜 那我们再来一排货架的爆鸡 我记得在新冠疫情管的最紧的那一阵子 实在是没有地方去的 家附近的超市那里居然竖了一个 不要闲逛的牌子 说实话超市真的是我的好朋友 我见他们的次数比我见我的朋友多多了 总结一下这个超市不过不失吧 没有感觉到对华人朋友的特别偏爱 这里的货品都比较平均 维持基本均衡的饮食还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想要有更多的华人口味 或者食物种类的话还是得去大同华 照样买单的地方是分人工买单区 跟自动买单区 最后我并没有找到任何我想买的东西 现在超市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吧 再见了希望我会尽快的再来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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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